上一条视频呢我说我在巴提亚的疫情期 我连开了两个店 很多人就觉得我吹牛 然后不知道我是在这边做什么行业的 大家好我是桃杨 今天呢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我们业内的一个 17年的一个数据吧 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在当地比较知名的公司呢 在巴提亚这个城市管理了30多个民宿 就是类似于我身后这样一个三房到五房的民宿 一年的一个营业额在8000万台铸左右 所以呢我来这边开店 然后并且把我加拿大的一些资产置换了一下 在我身后的这个小区又买了两套 可以出租做民宿的别墅 卖加拿大资产这件事情 我根本没有跟我妈说 因为我妈知道应该会打到我的腿吧 因为那是我女儿的嫁妆啊 但是我相信我的眼光啊 因为我觉得房子放在加拿大的话 它其实有一定的税 然后每一年的税务都会比较高 那在泰国的话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低 而且它的一个回报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也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小区里面有 就是跟他们一起来去做一个管理 然后我们的公司也是会提供这些服务 所以我觉得长远来看 疫情一定是会恢复的 然后人一定会再回来的 包括整个在泰国的疫情期 那很多座民宿的公司都倒了 但是这个小区的民宿公司 就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我上次带客人来住的时候 一晚的租金是在一万五泰铢 还三个房间 那现在呢我们拿下来的价格是一个疫情系的减漏价 所以呢这个时候持有这些不筹租 并且回报率高的一些资产是非常好的 我跟你算笔上啊 在加拿大呢我有几套小公寓 它的售价大概是在三百三百五十个W 但我的出租每个月的收益大概在1.2个W人民币啊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回报率可能只在四个点 可是如果在泰国三百五十个W的人民币 我可以买到两到三套这样投资回报比在十个点左右的民宿 那现在可能你常租掉可能回报率十个点 但是如果疫情好了之后 我们公司团队建立起来的是做民宿和短租的话 回报比是可以到二十到三十的 三十里夸张 二十左右吧 所以我觉得这些的话就是非常稳定 可以让我躺平 有收益的东西 我现在其实是在把我的资产 慢慢的去往这种被动收益和旅游地产去偏移去转移 数略的算了一下 如果是以一个短租的一个回报率来看 如果一个月只租一半的话 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在二十二万泰铢 回报率是十五个点左右 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估计的吧 那大概二十二万泰铢的话 可以在泰国过上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我相信你在自媒体上搜一搜都会告诉你啊 二十多万泰铢一个月 几乎是可以躺平也过得非常滋润的生活了 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应该把自己的资产重新配置一下 布局一些旅游地产 然后让自己有一些被动的几十万泰铢的收益 再在泰国过得比较自由 每天享受阳光沙滩 并且躺平向外国人学习 所以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一点收入 对你来说是不是非常微不足道呢 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被动收益了 不知道你怎么看呢 欢迎你给我留言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